妈,妈,我好像要生了,我肚子好痛啊 哎呀,生就生了,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吓到我小孩了 能不能是我去那医院啊 哎呀,还去什么医院啊,躺在家里面,躺着躺着再去生了 再说,去医院不要钱啊,交情,生个孩子还要去医院呢 说不定孩子都赔钱货呢 妈,你说什么话,就是孩子能在家里面生吗 哎呀,我以前啊,生你老公的时候啊,都是躺在家里面,躺着躺着就不动的出来了 就你侨情 可是你们那已经是六十年代啊,现在是二十一世气的不一样了 哎呀,我说一句你就顶十句,搞得好像我没生个孩子一样啊 有那么雕贵吗 妈妈,不行,我肚子好痛啊,要不你送我去一趟吗 送怎么送,我玩不了医院的药水味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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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早餐呢,干什么 哎呦,我要生了,我叫我妈送去医院啊 对啊,小燕姨啊 你,你儿媳妇准备生了,你都不送上去医院 算是还得了啊 去医院不用钱啊 再说,我儿子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 去一趟医院又花几千了啊 妈,那要不你不去也行吧 那你给钱给我,我自己去吧 哎呦,还给钱你啊 啊,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啊 等一下我要给我的外 brightest,你去买买奶粉呢 真的是啊,虫欺啦 失败了 可是我肚子内,怀了也是你亲生的孙子或者孙女啊 哎呀 啊去不去不去拉倒 反正我告诉你啊 我是不会送你去了 虫欺那样你看 看当初我都说叫我哥不要去这种语言了 你看,长得比老妈还老 身个小孩还是嘰嘰歪歪的叫 真是人家做你的儿媳妇已经够辛苦了 你们两个怎么能可以这样对待她呢 你是大海吗 你管那么花 既然你那么爱豆干协事 那你送就好了 真的是 行行行行 我不跟你在这里吵 我跟你讲以后有什么 十年看起十年看婆 你今天这样对待她 她以后她一样会这样对待你 我送你去 你送我去 我送你去 你脆了脆了 真的这矫情 我现在看到她我就来 女儿 这一点天拿着等一下我们上街 来 老妈回去 搭个老母亲给你补补身子 好 谢谢妈 来来来 女儿小心一点 妈 妹 哎呀 我老婆呢 哎呀 你老婆啊 去医院了 她不是说马上要生吗 那个预产期都到了 你怎么不去医院照顾她 哎呀生就生了 谁没生过小孩啊 看她那样叫的叽叽喳喳的 我晒了我小孩了 老妹呀 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大手呢 哎呀再说 老妈玩不了医院的那个药水味啊 啊 去医院不是有医生跟护士吗 我去干嘛呢 老妈你这样子对待我老婆 我怎么放心她在家里面跟你一起生活啊 哎呀 怎么不放心你这个大哥怎么对妈说话了 当年都叫你不要娶那个女人了 你非要娶 行啦行啦 我要赶去医院了 哎呀真的是 哎呀去就去了真的是 真的是要了儿媳妇就忘了娘 哎呀真的是气死我了 哎呀没事妈放心吧 你还有我呢 以后我养你 好养你这句话老妈就放心了 好走走走走 慢点慢点 哟你看多可爱哦 是啊 妈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嗯 是啊 生了个女儿 哎呀果然是赔钱货啊 说的没错吧 你这个肚子一年都不争气啊 你看看我一台就生了个儿子啊 什么赔钱货 这个女儿也是我跟我老公的宝啊 你也让传宗接代吗 啊真的是气死我了 怎么进商赔钱货呢 肚子能不能张气一点啊 哎呀老妈 现在都什么事迹了 生男生女都是宝啊 是不是 你看你生了个女儿就可以 那我跟我老婆生个女儿也是宝啊 那不是 你也知道我们家九代单传了啊 我告诉你啊 今天啊这个门你就别想进去了 还有啊 你既然你你那么维护的话 我给一个选择你 跟他离婚 妈 怎么能这样子呢 我跟你儿子那么安耐 你怎么可以叫我们离婚呢 安耐安耐 我要的是大胖孙子 大胖孙子啊 儿子啊 离了婚的 赶紧给我重新找一个 一胎男生个儿子出来的 妈 你想要大胖孙子的话 我现在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再生 说不定我下一代就是个儿子了呢 哎呀就你这生吧 能生出儿子的妈呀吗 啊真的是我现在啊看都不想看到你 行了妈你那嘴脸啊 真的是太难看了 我作为你的儿子 我都不忍心看上去了 行 如果说 老婆我今天不离婚啊 不离婚啊 我就不愿你这个儿子 可以 这是你说的 到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你不要来求我们 你放心 以后啊 我的生老病死 不用你管 要我这个斗贝女儿替我养老就行了 行 你说的啊 老婆 我们去外面租房住 滚 走 不理他 你这个不孝子啊 竟然为了老婆 还真的要跟我断绝 拇指关机 哎呀气死我了 没事妈 你这不是还有我妈 还有你的外孙呢 以后啊 我们给你养老 哎呀 那行 来找回去 老妈给你断织老母亲 我扶扶扇子 哎呀 四处打银 终于知道 我儿子原来是住这里啊 哎呀 当年那样子对他们 不知道 他们还肯不肯用我这个老妈呀 谁啊 儿媳妇 你来我家干什么 哎呀 想想找你替我养老呀 哦 替你养老啊 你现在认识我这个儿媳妇了 当初你怎么不认识我这个儿媳妇啊 哎呀 谁呢 儿子 你不要叫我儿子了 你不是去老妹那里住吗 说老妹给你养老吗 现在回来找我们干嘛 那个不像你啊 他嫌我老 不肯用 就一脚把我给拆回来了 这个不像你 当年我那样子对你 其实传的是 他叫说我这么干的 还叫说你 你不是说女儿好吗 啊 他还嫌弃我生赔钱货 你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也不在 我做月子的时候你也不在 我带着孩子我要做饭的时候也没有 没有一个人把我看管的 你现在回来找我干什么 我的孩子你有帮过我带过一天吗 老妈现在知道错了 后悔当年那样子带你们 后悔了 世界上有后悔吗 后悔要吗 啊 都说十年看婆 十年看习 你现在到好了 啊 知道有我这个儿媳妇了 老了就知道有我了 哎呀 再怎么说 那也是过去了 你看老妈现在也老了 还有啊 如果你以后也会有老的时候 你也不想要你的孩子 也学你一样吧 那你也知道我也有老的时候 当中你怎么也不想想 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呢 也需要有人照顾的那一天呢 啊 你过了去 我心里永远看不了这个坎 我跟你说 儿子 老妈你不要说了 那时候 因为我老婆生了一个女儿 你就说是赔钱货 说非要跟我一刀两刀 如果我不跟我老婆离婚的话 就要跟我一刀两刀 不认我这个儿子 现在你老了 你又要过来认我干嘛 儿子 儿子啊 当时候 我肚子痛 我叫你带我去医院 你都不带 你说你要抱你的外孙 你知道吗 如果我再晚去医院 一步的话 我的孩子都窒息了 我跟你说 哎呀 千错万错都是老妈老错 你看在老妈一把年纪的份上 就原谅老妈了 不可能 我永远也原谅不了你 我告诉你 老公你不要让他回去啊 我跟你说 你让他回去 我跟你离婚 儿子 我毕竟是你妈呀 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你可不能不养老妈呀 老妈 你这样这么狠心 当时这样对待我老婆 我老婆 现在是这里一家之主 如果说 我把你接回去的话 我真的是要跟我老婆离婚了 这样吧 毕竟你也是我亲老妈 这里有几百块钱 你拿着去旁边那里去租一个小房子住吧 以后的话 我有空我过去看上你 我也没有办法了 哎呀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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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门呐 哎呀 你看看我叫的什么孽啊 三个儿子 儿子女儿都不养我 哎呀 俗话都说养儿房了 养儿房了 你看看 哎呀 我叫的是什么孽啊 来来小八 我先转一条了 我先敲门 我以为漏水 下雨了 没见啊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家吗 有人有人 哎呀 哎呀 哎 你又什么 哎呀 原来是 三妹啊 原来是三妹美佛啊 我放星星 我放月亮 就已经放到你过来了 不是 你上次不是老师叫我给你家大飞介绍 一个女孩子吗 今天我带过来了啊 是啊 你这样 就因为我叫儿子啊 老师不听话 都三四十岁了 都没娶到一个老婆 我头都痛了 头发都花白了 你儿子呢 叫你儿子出来啊 哪个美女先啊 这个美女啊 这个美女啊 哎呦 我看一下 哎呦 屁股要大 身材要好 哎呦 好喜欢啊 哈哈 别这样 人家 你孩子害怕啊 赶紧叫你家大飞 什么 哎呦 都我的忘了 大飞 大飞出来一下 起床没有 快点啊 哎呀 快点快点 老妈你吵什么吵 真的是 哎呀 他都什么时候还在睡觉啊 你看看这个细水 这个三妹媒婆 带个美女给你相亲 对啊 相亲 今天给你这个对象过来啦 你来 老妈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哎呀 他偷人家带过来啦 我跟你家说过好多次啦 难道人家带过来 你发什么脾气 牛傻 你没有跟你儿子打招呼吗 哎呀 你偷人家过来 我都忘记跟他说啦 你平时都叫我 说带美女过来的 你连你儿子都没打好招呼啊 我看见他年纪那么大啦 他不着急 我都着急啦 哎 你看看人家隔壁邻居的 那个二搞三搞四搞五搞 人家个个都结婚了 有小孩了 小孩要帮买酱油了 你看看你 跟人家的同龄啊 多大年纪了 都不想娶一个啊 是啊 哎呀 你看看你多大 在这里 发什么脾气啊 你不着急 你老妈着急抱孙子啊 是不是 你再不娶我的话 我的话都卡了 以后挂在墙下了 谁帮你啊 谁帮你抱孙子 抱小孩 不要说那么多啦 现在我自己 知道我自己的事情 我出去啊 现在这么年轻 人家那些同学啊 哪里用介绍了 还相亲 丢脸死了 什么年代了 还相亲 你说这种什么话啊 你看看你多大了 你在我们村里面 已经上了光棍榜了 你记得没有啊 我才23岁 我要多大啊 23 差不多40了 再过几年 23岁也可以成家啦 难道你要等到 30岁40岁 或者50岁再成家啦 你老妈还有多长日子 气死我了 那你说的也是的 23岁很老吗 再说啦 现在我没失业 又没有稳定的收入 我结了婚了 还有养老婆养孩子 我不想这样断送了我一生 人家有趣话怎么说呢 肯定要先立业再成家 不然的话到时候啊 毁在这里 昆英的魂墓里面去了 这是葫芦啦 男大当婚女大当家 你该结婚啦 你再不找的话 你气死我了 以后你不要揍我一只啦 比现在这种情况啊 你看人家这个美女啊 屁股那么大 你看看你看看 牛三 可以生小孩的 可以生小孩的 你心里激动 别激动先 他不愿意就算了 大夫妻我人都带过来啦 要不你们就先了解一下嘛 是不是 我不了解 我一来回到家 叫人家带美女过来相亲 丢脸死了 我要去广东了 哎呀呀呀呀 你真是气死我了 哎呀 大夫妻 大夫妻啊 你去哪里啊 你要不要回来 我跟你说 像你这样子 不做男前了 不回头了 我气死了 牛三 你儿子怎么这样子呢 你看看 我女孩子都带过来的 你这不是丢我的脸吗 怎么一点都不想去 你不要激动啊 我先回去拿点红包给你们先了 没有你的机会都不改 三妹 你看人家都不愿意 好像我上岗子 要嫁他一样 弄得我多尴尬呀 很热脸可以冷屁股 也是我也没知道 他没打好招呼啊 三妹啊 真是对不起啊 媒婆啊 上次的话 跟我那个大飞啊 他撞南墙回来的时候 你再帮我再介绍一个咯 真是 行啦 既然你家大飞那么不待见 那我就带他去下一家吧 不用行 每天给几百块 这钱是我 我传下来的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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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这是农村的规矩的啊 我们好意思 行啦 我们走啦 三妹咯 一定要记得咯 等我大飞啊 他创业回来了 不管到失败也好 成功也好 总有一天要回来的 找不到有人的话 你一定要帮我多留意咯 行啦 我知道了 等你儿子回来再说 那我们就先走了 真是 谢谢你们了 让你们丢脸啦 哎呀 但是啊 这种小孩啊 真是 叛逆啊 哇 你又说三妹带 那个美女过来 我们这么久还没过来啊 你现在你着急啦 啊 早几年怎么不懂得这么着急 如果早几年怎么这么着急的话 你看看 我的算数到那么高了 比你还要高了 哎呀 现在多少岁了 你啊 三十多岁而已啊 创业 创业 你创到三十多岁了 头发都冲光了 哎呀 马上过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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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判醒判月了 要创到你过来了 哎呀 等很久了 最后就是那个美女啊 看看脸不脸熟 哦 有点像以前那个吧 像以前那个啊 很能伤了屁股啊 你看 这个就是十年前那个啊 我到大肥有鼓器了 大肥 去去去跟美女 了解一下 还用到人家吗 这个啊 这个啊 不要什么啊 当时说 叫你给人家一个机会了解一下 你了解都没了解 你就跑去广东啦 你看看 创业 那个创了十来的年 啥都没创到回来 哎呀气死我了 不是 你不是说你去创业了吗 创怎么回来了 怎么现在 哎呀呀呀呀呀 你十年前还要破烂了 我的说了 年轻人都不听老人家的 资格在眼前 你看看 都说了 那个时候听我的话的话 那个小孩子那么高了 啊 上高中了 非要说先立业再成家 啊 好了吧 现在啥也没创到 赚了个男前 哎没说那么多了 让他们两个人了解一下了 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叫小方 他呢 哎 离婚啦 老公不要啦 现在带着两个孩子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啦 你还想一枪什么鞋啊 难道你还想要挑啊 你才挑的话 这辈子就当光棍啦 我跟你说 你零无宝啦 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你老妈呢 直接 生起为奶奶啦 哎呀 生奶奶 直接生为老爸啦 他两个孩子 人家都不要啊 是啊 他老公重男轻女 把他给抛弃了 不要他 嫌弃他生两个女儿 那那个小方 你会不会嫌弃我啊 毕竟 我也这么老了 是吧 没 这样 生气怎么 我就怕你像当年那样来生气我 不过我也有想怪你 当年要是你跟我发展的话 我也不至于加那么多 是啊 还不至于眼价 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别说了 都是过去了 明明一切都注定了 你看 明明之中注定你们两个有缘分 十年前还是他十年后还是他是不是 缘分这个东西就这个样了 兜兜等等 还是两个人在一起 哎呀我的 老媳妇啊乖媳妇 来来来 这个小孩给他抱 来来来 我看看我的媳妇 哎呦 你看看你老妈多喜欢这个女儿啊 当年我的喜欢了 我看见他臂股那么大 我都喜欢了 哎呦 你别这样子 当年他也是那么热情 还是那么阳光哦 是啊 你看看你老妈比你还会那个呢 是不是 行了 既然都这样 我老妈说喜欢 那我也喜欢了 以后的话 我会安心的过日子 不会像年轻那时候不懂事 所以说不做男前的不回头 现在做到逃破血流了 他知道了 咱们就放心了 但是你不能嫌弃人家哦 小孩呢 你也要把他当作亲生的一样对待 放心吧 这么小孩这么可爱 我也不会中男轻女的 那不是 到时候我们还想要两个可以吗 还想要两个他还能生 到时候你们两个功夫 生了好就行了 是不是 生多少个是你们自己的意愿 继续生 生一个足球队出来 没事 有奶奶 奶奶带 你看你老妈生强力带嘛 还可以帮你带的 那行三妹 那多谢啦 这里呢 是我打工 转了一点点 家庭 那你就留着吧 给你就要吧 放心了啊 家里面 我在家里面 羊有粥 羊有鸡的 那些放心啊 其实没问题 对啊 那我 我就逍遥了哦 多谢你吧 三妹啊 都杀好鸡了 就来吃饭嘛 来吃饭了 鸡饭吃饭吃饭 还有饿药 那现在我就公公不由虫病了 来媳妇 以后就再照顾 什么 小青 你早回来了 我跟你说 我跟我老公离婚了 他把我抛弃了 离婚了 对啊 把你抛弃了 那你怎么不回你自己家 我哪里能回去 当初我老公一无所有 我跟了他 我老爸老妈说 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不敢回去 我现在还抱着想来 想来你家住几天 也是当时候我也 听你说了 你为了嫁给那男的 你都跟你家里面闹翻了 对啊 当初叫你不要嫁外省了 那时候我也是谈了一个外省的 我爸妈死活不同意我去 然后后面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 我跟那个我大表姐打听才找到你这里来的 你想在我家住啊 是啊 你家不是很大吗 哎呀我现在我结婚了我都有几个小孩了哪里 家里哪里还有多余的房间出来给你住 那怎么办我现在身无分文了进身出户 而且我那个大姑姐也把他那三个小孩带回来家里面了 现在都没有地方给你住了 我住地上我睡地板 睡地板那地板上面又脏老鼠又多哪里能睡 那怎么办啊 你连小孩也带回来啦 他不要他说是陪监货 他妈宝男听到老妈的 这样子啊对啊 哎呦说来也可怜 你家家里面也回不去 哎呦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行啊也不方便啊是不是 怎么办哦 哎呦要不这样子吧 我之前呢我也给人家做梅的 在我老公村里面 确实有一个他人呢也是很老实的 就是家里面穷了一点 穷无所谓 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跟他以后一起共同努力 你愿意去吗 我愿意啊现在找到无路了 那你如果说愿意去的话 那我就带你去吧 好吧 你看叫我们父亲多好了 想回去看父母就回去是不是 那好吧 不要这样那么远 那行吧我带你过去吧 我这边 哎哎哎哎老娘 哎呀 哎呀 刚去你家我都没找到你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刚谈业务回来啊 这样子啊 谈业务谈到头都光了 还没有一个是个媳妇是不是 哎呀你别说了 我不就是忙业务吗 是吧 哎呀我现在给你带过来了 看看 三妹你叫什么媒妇啊 你真是的 那眼睛讲到哪里去啊 这种给你介绍给我真是的 你带着小孩你看看 那个样子 哎呀老娘你怎么回事啊 最起码我是一个老板啊 是吧老板身份 你介绍做什么过程 要带着小孩的 要离过婚的肯定是 哎呀人家虽然离过婚 还带着个小孩 但是人家洗洗就干净了 哎呀你已经离过婚了 洗能洗得干净吗 就是开什么玩笑一样 要原装正版的那种给我 记得没有 哎呀算了你这种态度 我也不敢把它介绍给你啊 真的是 没有我喜欢 你们穿那个春花 翠花 大波联啊 那两个啊你可以 记得那两个给我也差不多 他也是我们穿的春花呀 之前跟我 是窥蜜来着 玩得很好的 这种王花太多凉了 你们看见的烟了那种 哎呀真是的 你这种人 算了你回去吧 我不介绍给你了 我也不想把我的 闺蜜的网口里面坑 既然你你过 是吧 那个大波联不 哎呀这种鬼活这个 你钱干什么 你是 你借到那个大波联给我的话 一万块介绍费 我跟你说 这样啊 是啊 那那行那我32号带过去给你 哦 是啊 32号啊 对啊 我等给我 我每次看到大波联啊 我那心啊 差不多要跳出来那种感觉 那你回家等着吧 那我先回去 32号带过来给你 你在家里面收拾好 打扮好一点啊 我把那个床给你搞好一点 那不是 那等到要不要买高一点的 要方便用啊 还高一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 店高一点啊 我知道 okok那我先回去了 行了那走吧 你不去了 你看人家都嫌弃我 哎呀他这人就是这样子 算了我带你去看那个老实人家吧 走 那个是我老公兄弟的 本来就是这里了 他这个人呢 平时跟我老公玩的很好的 而且又老实 我瞧门叫他出来啊 嗯 有人在家吗 哎 大白 哎 谁呀 哎三妹过来了 是啊 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过来 是这样子的 来来先坐好车嘛 来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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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坐吧 来坐一下 是这样子的 你平时跟我老公玩的很好啊 但是呢 你自己的中生 但是你自己都忘了 是不是 哎呀说来话长啊 三十多岁了 那些媒婆啊 走几年 还踏到那个门 门槛都要断 现在这几年年纪上来了 都没有人介绍过来了 这样子的 我今天我介绍一个姐妹给你 不过他是这样子的 他叫外甥了 被老公抛弃了 而且老公又是个妈宝男 还嫌弃他生个女儿 把他赶出来了 他现在没有地方去 那时候他为了叫 给那个男人跟家里面的闹翻了 他来我家找我想在我家住 你也知道我几个小孩 在家上我大姑姐那几个小孩 家里面都住不下了是不是 所以说我带他过来相给你 如果说你们两个有意愿的话 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 那他小孩 这是女儿 女儿是吧 对啊 那他多大了 二十八 二十八 是啊 叫什么名字啊 叫小青 我也三十五岁了 再不早的话 哎呀我家真的是 是啊都断号了 在这条村我都没有脸混下去了 如果他不嫌弃我家这么穷的话 我也愿意接受了 毕竟的话这几年 都周受人家那些冷愁热粉太多了 家里穷也无所谓 你看我那时候跟那个二狗结婚 是不是也是很穷啊 后面我们两个成了家之后 两个人慢慢的相互扶持 是不是一个 安心把家里面超值好 一个放心的出去工作 还不是现在我们把家照顾的那么好 是不是 说的也是 人家都说了先成家再立业 是啊 哎呀可是我这几年的话 出去创了头破血流了 还是不能把家建起来 你就是缺少一个女人在身边 是吧 人家都说了 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一个女人 是吧 肯定啊 现在你看二狗的事业也蒸蒸日上 我们准备在城里面买房了 是这样子啊 是啊 那我问一下那个小青 嗯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 我家里条件是很差 不过一日三趟还是可以维持得了的 条件差无所谓 以后我们共同努力 只要你不嫌弃我跟小孩 就可以了 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那个 离婚的那个离婚证都拿了吧 拿了在这里 在宝里面嘛 放心吧 我也不会说重男性女 现在男女都是宝 只要 生男生女都是一样啊 是啊 只要把孩子教得好以后 孩子都会有孝心来孝顺我们的 是不是 说的也是 首先他家是穷一点 但是呢 俗话说 夫妻同心 吉利断金 是不是 想要的以后都会有的 知道了 是啊 愿不愿意啊 他叫大飞 我我愿意是愿意就是怕 人家不愿意 是啊 我愿意 愿意啊 那今晚我可以在这里住 这样啊 可以 那你愿意的话 明天我们就去民将局把账给领了 以后让你安心的在这里过日子 对对对 是啊 到时候你们把账领了 好好跟他在这里过日子就行了 而且离我家又近 随时我们两个都可以串门 是不是 而且我们两个也可以相互扶持 对啊 谢谢你三脉哦 是啊 来来小孩我抱一下 来 这么乖的小孩 哎呀这么可爱 那三妹在这里吃个饭先 我杀个鸡 吃饭啊 是啊 我先去把小孩接回来先 那等一下我再过来 叫上你老公一起过来 也行 那你带他回去吧 好好好 行行啊 三妹谢谢你啊 没事 好好过日子啊 谢谢了啊 到时候有空了也常去我家吧 好 那就先回去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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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